SCP-166 Just a Teenage Gear 只是一位少女丐亚 项目等级 Eucaly 特有生物措施 SCP-166被使用于赛事9的生物生物区席 该区域移经过改造 包括一个密闭的前厅 及一台工业级空气减化器 当处于SCP-166的受用区域内时 受用人员必须随时穿着特殊设计的 E-166生物危害防护服 由于SCP-166的独特生理需求 已提供各式宽松的有机棉服装 供每月循环使用 所有食物均需按提供的指导风韧 并尽可能减少使用无期添加剂 获得个人用品及改进受用套件的合理请求 可在四级或更高级别人员同意后批准 更新 SCP-166的所有请求 必须由站点主管Lite亲自批准 目前为止 SCP-166已请求 一本圣经 被批准 一条天主教玫瑰念珠 被批准 拜访一位天主教神父 已进行忏悔 尼撒以及其他圣礼 被拒绝 David's 牧师已被安排在每两周的星期天 与SCP-166会面 会面前需彻底清楚误染 各种书刊杂志 大部分是宗教性的 批准需对内容进行审核 一台电话 用来联系爱尔兰高威俊 仁慈圣母女修道院的院长 被拒绝 被批准 在站点主管的命令下驳回 被拒绝 描述 SCP-166是一名处于青少年晚期的欧疑女性人类 具有蹄类动物特征 拥有鹿角、蹄和短尾 令人连想起普通旋路 但除了这些明显的异常之外 DNA分析并未发现异常的遗传特征 在SCP-166周围半径15公尺范围内 原造物品将逐渐恢复到未加工状态 较复杂的物品、无电子产品或车辆 会更快受到影响 因为金属元件的降解 会在几小时内造成毁灭性的结构故障 用基础材料制成的物品 如石头建筑或有机材料产品 其衰变速度几乎无法察觉 在相同的半径范围内 植物将开始发芽 通常从不太可能生长的地方长出 如从监视摄影机或ID扫描器 SCP-166对人工材料及污染物可能异常的敏感 吸入或接触可引起急性气喘发作和压疮等症状 一个案例中 与吸烟者的身体接触 导致SCP-166经历了严重的气喘发作 尽管当时那位博士已经三周没有吸烟 发现 SCP-166被发现于爱尔兰高威郡的慈悲圣母修道院 他自因而起开时就生活在那里 SCP-166被名叛变的全球超自然联盟特工 却认为威胁实体9927BLACK 或称SCP的孩子 他在康瓦尔事件中被之GOC攻击小队处决 恢复的GOC文件 威胁实体资料库条目 威胁ID KTE9927BLACK CHILD 女儿 授权应对等级 4. 严重威胁 描述 威胁实体为具现化的LTE9927BLACK 女神 与未知父亲的孩子 有深棕色头发和黑眼睛 尽管她具有母亲的动物特征 但不像9927BLACK那样 有积累野兽的外貌 有轻微的植物驱动能力 但对威胁实体做如此分类的原因 主要是她对超自然程序 时钟黑字子哈维拉天生的了解 及执行能力 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仪式 可以将人类文明不可逆地 倒回新时期时代阶段 蓝斯洛特突击队于19年 在后来被称为康瓦尔事件的行动中 在英国使9927BLACK无效化 但由于突击队队长 Euclele特工的死亡 未能证实9927BLACK是否已被清理 Euclele死后被授予SILVER EDGES加强 以表彰她对人类的终身贡献 清理 威胁实体已知没有任何防卫手段 以压老性的伤害完成处决 特工拒绝处决SPE-66 而将其偷偷带到爱尔兰高卫郡的一个天主教修道院 他12岁前一直住在那里 直到一位修道院的访客 偶然募集了SPE-66 并向有关部门报告此事 这位特工随即联系基金会 同意分享GOC的情报 以换取SPE-66的安全和收容 进一步的细节属于机密 附录166之一 Devis牧师每两周的会面 早上好孩子 早上好师父 赵丽 我得提醒你 由于我们所处的环境 告解内容不会保密 除非特殊要求 即便如此 如果被认为有必要的话 我们的谈话细节依然会被公开 明白吗 很好 那么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有一个员工昨天跟我讲了Denity的事 那是真的吗 啊 是的 那非常不幸 但也可以理解 他救济时已经很老了 知道他为教会尽心负责 现在他可以休息了 你知道谁会接替他吗 有很多猜测 但任何人都有可能 毕竟有着最近所有这些 成端 现在是一段困难时期 他们可能会想要一个新面孔来代表教会 或者他们会选择一个已经奉献多年的人 谁知道呢 他们甚至可能会挑出一个公园 这肯定会给人们带来一些话题 我现在也是 我感觉你还有问题想问孩子 对不起 没必要道歉 不管怎么说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你要问什么 我只是 只是想问一些事 我想可能有点私人 我只是想知道 你和你的父母关系好了 对于我的母亲 是的 在他去世前 我每个月去养老院看望他一次 他生日和假期的时候也去 我告诉他 我是一个随君母师 我想这还比较接近事实 那你的父亲呢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他是一个好人 一个紧握三样事物不放的士兵 上帝 国家和家庭 不幸的是 他非常严苛地坚持这些信仰 这导致了一些激烈的讨论 我依然爱他 但这样对所有人都好 那你的父母呢 我知道你生活在修道院里 但在那之前呢 我从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们 在我被遗弃时 我还是个婴儿 我是说 如果他们把我放在那儿的话 他们一定认识那些修女 但我不记得了 我只是人心知道一些 他们说了一些有关我母亲的事 但接着 就意识到他们谈论我时 应该注意点 我想他们说她是一个女神 很明显那不可能是真的 她不可能是某种灵体 一定是什么东西 如果我最终长成这样的话 我记得偷听过院长的谈话 她正在对另一个修女说 她做错事了 是一件有关被其他人组织的严肆的事 他们说她死了 很抱歉 听到你母亲去世的事 反正我也不认识她 那你的父亲呢 我不知道 她一定是把我遗弃在修道院的那个人 她为什么是在那儿呢 为什么她不带着我和她一起 我相信她有自己的原因 或许吧 你知道 他们从来没有谈问过她 一次也没有 我肯定已经问过院长有一千遍了 但她甚至从没有提起过 一点点我关她的事 如果我的母亲这么可怕 那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呢 日志结束 附录166-22 对 的纪律谈话 日志开始 你当时她妈在想什么 我想保证她平安午时 你们不让我和她说话 我选了另一条路 你做的事比她更糟糕 如果你只是为了她的舒适而耐用职权 当然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你却开始试图给一个四级异常 提供通通外界的电话 可以此 美容会已经对你和她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给她厌恶了 这件事已经暴露 你可以和你做了所有交易说再见了 别着啊 Sophia 她不会伤害别人 她待在这的唯一原因就是我 我必须做点什么 基金会会就这样让她长大吗 想想她 请你把另一个词说出来之前 记住 只要对受货的四级许可的人公开 我可以编辑你的名字 但我不能阻止人们 在一次不可失忆的突发事件中 把这些资讯拼走起来 16年了 16年里 她不能在全市里走动 不能去看电影 甚至去购物也不能做到 不管是在修道员 或是基金会的单件里 她都因为她无法选择的事被关了起来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 这不公平 我知道 而我对此无能为力 我可以把突击队 派遣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我知道世上最有诚实的人 会花束十一收买的秘密 但我甚至不能和她说话 让她知道自己不孤单 你已经尽你所能了 在这样一个棘手的处境中 你表现得比任何人所能期盼的都要好 只有滑稽啊 那几乎一点用也没有 我 你知道 我不在乎 把我做的都记下来吧 让我们快点结束这一切 我给你安排了六节 与建议会心理学校的会面 每次两小时 我保证适合GLASS的 她的最后签名了 我们可以把这 从你的建物中抹消掉 哦 什么 好 我明白了 谢谢你 Sophia 日志结束 2013年5月8日 以下信件被发现于SCP-166 中文区域内 我遇到宁木青的时候 我们都还是刚长大的孩子 她在脚上长了体子 眼中却闪烁着星光 她是那么美 那么天真 而我却亲手杀害了她 伊甸园不是一个地方 那是一种存在的状态 她们想要让我们回到那样 我阻止了她们 我又一次 把天堂 从我们这里夺走了 我从未对我那一天 所做的事情感到悔恨 出了一件事 当你那天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你看到你的父亲 把一发子弹射进你母亲的头里 我没有借口 没有解释 你甚至可能不记得了 但我现在对你说的这些事 希望你能理解我所做的一切 我希望你宽恕我 我爱你 我希望我们可以为你做的更多 我能为你所做最好的事情 是把你留给那些善良的人们 并希望他们能够替我抚养你 从我所见到的来看 他们做的很好 我很抱歉 你不能和他们待在一起 我很抱歉 他们把你送来这里 我发誓 我会尽我所能 让你在这里生活快乐 我发誓 让你安全 16岁生日快乐 爱你的父亲 以上就是改写过的SCP-166 SCP-166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有点争议的SCP 人气算高 但讨厌的人也很多 作为作者的DOTCLEF也曾提过 如果有人想要改写 他没有意见 而在今年的10月31号 SCP-166被改写了 并且得到了作者DOTCLEF的同意 简单来说 新的SCP-166 是有路特征的少女 有摧毁周遭人造物品的能力 他是DOTCLEF一个被称为女神的异常实体的小孩 女神在打算实行一个 能使人类文明倒退的仪式时 被DOTCLEF伤害 不愿意伤害SCP-166的CLEF 把他留在修道院 但最后SCP-166还是被发现 CLEF只好跟基金会合作 保护SCP-166 基本上SCP-166背后的故事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原本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被改掉了 不知道大家喜欢旧的166还是新的 可以留言讨论一下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就帮我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了一个SCP-166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